完美《奥特杉禄》 《奥特杉禄》 就只负了1个人 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有类的竞争者 如果让我们觉得的话 我是不会就是辜负每一个 对我有期望的人 这个偶尔如果给到任何一个人 我都是很开心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 去拿到这个偶尔 现在我就把这个给offer的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公布 能够获得最终双offer的事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会员想先看出入职场的我们法医记正片 会员遵详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诶 该死同了吧 谢谢你不赢过 我一直在出汗 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有类的竞争者 但是我觉得比如像潮玉啊 像曲姐 我之前的那些得了很多第一名 可能并不足以让我完全战胜他们吧 所以当时也是心里挺紧张的 这是我一开始写的一段话 给大家念一遍 回顾整个的实习历程 我们经过了这些案件调查 现场勘察 尸体解剖 辅助检查 短期高强度实习 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收获 大脑飞速思考 同时也发现自身的不足 同学们的欢声笑语 老师们的专专教导 电脑中的鉴定文稿 工具箱里的解剖刀 像根子 没有一刻 停歇的大脑 不由自主 会陷入思考 沈家瑜 他真的挺搞笑的 帅 迷茫中 不停下脚步 勤奋付出 终有回报 好 好 定察师 然后主要是汇报分以下三点 第一就是日常实习 第二就是案件的考核 最后就是一个总结与规划 以及对近期的一个展望 首先就是参与视表检查 解剖 以及各种拍照记录工作 我觉得我是动手能力比较强 不管是主刀和辅助 我觉得我现在都比以前要好很多 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 你基本上下一次再开炉的话 没有要太多的指导 这样今天的风和也是很漂亮 除了肺癌病理的实习以外 我还有这个肺癌临床方面的实习 我们也是按规范的取材 也学了规范的操作 这样大概行吗 这个好一点 然后对肺癌临床里面 这个工作程序 以及内容的把控 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全面的 然后这个是我要主要讲的 就是我们这十一个案件 这里边有高低温中毒阶行之息 基本上所有的死因也都包括了 对于我来说 其实第一案非常重要 第一案是我刚实习以来 这第一个案子 而且我当时是刚建立起 去分析案情分析死因的一个思路 然后用刚建立的框架 去分析了一个比较少见的 这种高低温的死亡 然后我还最后得到了正确结论 而且当时是我跟琴婷第一次组队 然后我觉得当时琴婷 也是不断地在帮我 去看鞋片也好 找死因也好 我当时也最后 为她这个低分 我还分分不平 对 我觉得就是正确 也是属于我们团队 然后在这里面 我也有很多这个宝贵的收获 首先就是职业素养上 我有个提高 曲总和刘头也总讲 就是说你程序正义 才能达到这个结果正义 再强调一遍 程序是最大的事情 你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 你才能实现结果正义 经过了这些案件 我觉得这个程序正义 我理解的就更加深刻 然后也更加注重去看 程序上的正不正确 然后在一个学习状态呢 我觉得我在这十一期里 我的学习状态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四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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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我这专业知识的 框架构建就更加的完整 然后我现在学习效率 我觉得比以前要高很多了 来 给你这么吃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的这个 抗压能力比以前强了 不管是爱老实训呢 尤其是曲总训呢 我这个人设施要崩了 对 然后也是很主动地 愿意去面对各种挑战 徐大哥 他的一个侦察和观察力 都要比我的强 这个不对 这样放两件 这不才是关节吗 你问老徐 他的侦察思维是 其他实习生没有办法比你的 最后呢就是致谢 感谢刘洋老师 周一吴老师 就很有耐心 能陪我们一起成长 曲总也总训我 但是我也挺受用的 然后呢 要感谢助力团 就非常感谢你们 在我们去端岸的时候 你们会给一个很科学的引导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养成正确的 分析的思路 判断是非常有帮助的 最后呢 要谢谢我的父母 毕业之后也一直没有工作 然后当时就是比较迷茫 家里其实也有点压力 也是非常急切地想 那个从爸妈的肩上 结过这个蛋子 但是他俩也不催我 也不够压力 觉得挺支持我的 然后也不管我是 对我是有什么想法 就比如说我想去做什么事 他俩就第一时间就会去看说 你如果你要做这个的话 这方面可能要做得很好 那方面那个那个 会给你更多的帮助 他们会主动去帮助我 去说那你想去追梦 去实现理想 那你就去做 我们会给你创造条件 他俩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我爸妈妈 最后讲到这六位实习生吧 这个 一言拦禁的 第一就是诚实 因为我俩二案吧 虽然说我拿了第五 但是我其实拿第五挺开心的 经历了 经历了所有的案件以后 我会发现他永远不会气馁 就他会一直充满着活力 然后会去想办法 一点都没有那种负面情绪 来点包子吧 来点 坐 坐 坐 你离不离婚 你到底离不离 这样 我说你毕业打我 你毕业打我 你这学生还老徐海 徐师爷呗 我跳组员肯定是好兄弟 你行不行 我觉得我俩比较默契的 其实 最要谢谢十哥 十哥 然后第二就是潮郁了 第三咱俩合作之后 我也是又拿了第一吗 主要是诚实的问题 找到了 我问你找到了 想要曲姐吧 就是也很多人希望 就是说咱俩去合作一次 但是到最后也很遗憾 没有单独的合作 以后有机会吧 咱俩要是还能有机会合作的话 我非常希望能跟你合作 好好好 然后跟瑞娜呢 是在那个白骨化那一次 第八案吧 我们合作 当时一上来就是把那病理欺骗 看得很好很仔细 其实特别让我震惊 你算是我心里一个 就是最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也是一直在鞭策过 其实 谢谢 然后呢 就是秦静 一开始呢 跟秦静一组 然后当时又拿了第一 当时其实 我很多东西都不懂不会 然后基本就问秦静 然后秦静觉得 差不多是 然后她很多肯定 给了我信心 老徐 我给你寄了笔记 要注意的东西 谢谢 这个应该是肝 勾回有点不正常 她本身就是一个 思维比较活跃的人 所以我俩合作起来 还是挺愉快的 两两组合一下 因为这个可以选 你们剩两个一起吧 对 好吧 剩两个一起了 梓彤姐嘞 梓彤姐 梓彤姐 是为了 四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